改建一個浴室 成本大公開 首先呢 我們改建一個浴室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我是設計師好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了 改建一間浴室呢 到底要花多少錢 喜歡好哥頻道的朋友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小鈴鐺記得打開喔 首先呢 我們改建一個浴室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讓各位朋友猜看看 好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先拆除 改建浴室呢 如果你能住在裡面的話 我是不太建議這樣改 因為到時候 私作工程中本層 會把整間房屋 噴的都是 如果已經是 離開那邊 或者是剛買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這樣來評估看看 我們改建一間浴室的 費用大概是多少 首先呢 我們改建浴室呢 要先拆除嘛 拆除以現在拉拉缸的行情 大概是一天 三千塊 那豪哥覺得一個拉拉缸 一天就可以把一間廁所 所有的地板 還有瓷磚 還有那一些原本的設備 就把它拆掉 因為除了拆掉以後 我們還要把它清運掉 清運掉的話呢 在北中南的 這廢氣物清運 費用不太一樣 聽說 光北市是最貴的 然後在台中 然後高雄 我們以豪哥高雄這邊來講 我們俗稱的Jabat 就是它混合了工程的廢氣物 還有一些 RC泥座的東西 可能還有茶 還有一些門 這種東西 那如果混合的話呢 一車大概是四千五 所以呢 我們整個拆除的費用問題 讓人家承包的話 目前的行情大概是在 一萬到一萬五之間 這個差距就是 看你所處的位置是在哪裡 那當然還有 貨里市大樓的話 它在清運它還有電梯可以坐 會比較便宜一點 公寓的話呢 它看樓層 如果你是公寓五樓的話 它所有東西 就一袋一袋裝好 然後人力 一袋一袋扛下來 費用也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行情大概就是 在一萬到一萬 公司拆除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材料的部分了 材料的部分就有 磁磚 然後有水泥 有砂 還有黏著劑 一間廁所呢 我們先 估算 因為還有地平 還要空起來 然後牆壁也要打 然後再來黏石磚 所以我們大約就是叫 幾樓的刷 就是一粒方米的砂紙 如果你是大樓的話呢 有時候他們是直接到幾樓的刷 在附近 然後在請進料的廠商 用電鍋車 一車一車 車進去房間裡面 如果是公寓的呢 它就可能要用一袋一袋的翻上去 如果是叫一樓用到的話呢 現在平均行情是1100左右 如果你是用袋裝的話呢 一樓大概要45袋 所以大概是2250塊那邊 就是砂紙的部分 磁磚呢 我們地坪算一坪的話 我們的牆壁 大概就算5坪到5.5坪 略略抓一下6坪 那因為你還要含耗損 耗損的話 我們大概會抓1.2倍 磁磚的部分大概是在12000塊上下 再來就是我們的黏著劑 黏著劑比較好算 就是一坪一包 目前我自己在用的信復牌的黏著劑 一包190塊 就叫6包 是剩下的水泥 那幾烘的刷呢 我們大概配8包的水泥 在所有的材料裡面呢 就是磁磚啊水泥沙 還有這個黏著劑 所有的費用大概就在16000到17000之間 開除已經降完了嘛 磁磚水泥沙也 降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請師傅來現場施作 目前師傅加小公常請 我們這邊大概15000塊含著便當涼水 做一間廁所大概要多久 其實是看這個師傅的丘樓還有速度 原則上我們就大概估算一下就7天 因為師傅從進去開始要黏莫及要拉線 然後開始打底 這個都要一步一步慢慢來做 再來就是貼壁磚貼壁磚 所以大概算7天的時間 就是一間浴室整個從打底 然後來貼磚的時間 防水呢 防水的話你可以請你做師傅幫你做 那因為我剛才講過 他一天大概是5000塊的工資嘛 那我們的防水材料 你估算也大概一兩千塊 防水大概一間廁所都要8000 現在已經得到了幾個東西 就是拆除 然後我們的材料 然後工資 然後還有防水 那如果你有改到管子的話呢 一間浴室的管路 從配的話大概好像是2萬塊上下 這就是水電成高的價格 再來增加的就是一些衛浴設備 還有門 那門的話呢 通常如果你用那種便宜的塑鋼門的話 大概是3500-5千 那如果用好一點的像南亞的像亞朵發泡門 可能一躺加門框的話 大概7-8000 在含安裝的話 再加水瓶鎖 可能就到1千萬億這樣子 就看你選擇的門樣式 再來就是我們的衛浴設備了 那衛浴設備可以很便宜 用那種完全沒有品牌的 也可以用像這種凱撒啊 或者是合成的MG 像豪哥在翻修的話呢 我們如果都用合成的馬桶 臉盆 然後鏡子 水龍頭 臉盆龍頭 然後鱈浴龍頭 衛浴設備的話 大概是2萬到2萬 那如果你還要再裝310分0的話 1萬也有 然後到1萬都有 就看你的入鏡 要看我們過益的選擇 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 改建一些浴室啊 就是從財主的費用大概1萬2千5 材料的費用 就是水泥沙漿磚的費用大概1萬6 工資呢大概3萬5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衛浴設備呢 大概是2萬到2萬我們取中間值2萬2千5 但是分離呢 一樣我們也取中間值1萬2千5 還有一個門的費用 但是從便宜的3千5千到1萬都有 那就可以去估算說 我們大概想要的成品是怎樣 當然投資客呢 投資客也有在改建浴室 但是他們投資客改建浴室呢 可能就用最便宜的方式 其實有些東西不好說啦 那我們如果是要自己住的呢 我們當然就要每一層都去把它把關好 OK 今天浩哥這邊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改建一些浴室 成本大概是多少 雖然跟大家分享了成本的金額 但是你要能找到有一個來幫你承包的話 當然那個承包商或工程 他還是需要有一些管理費 需要有一些利潤在 所以你不可能用這個成本的東西去跟他喊 因為浩哥剛才分享的這些 都是我們自己點工自己發包的金額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個統包的話 他還有他的公司的管銷成本 他會換進去 這是他該賺的利率也是要亂講賺 OK 那浩哥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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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洞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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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3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